不准拿 什么都可以拿 就是戒指不能拿 那射心的戒指 我说不准拿 就是不准拿 你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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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指还我 你不要跑 你放手 你放手 阿信 你干什么 先生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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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燦 你在幹什麼啊 我在追小偷啊 追小偷就可以不要命了是不是啊 要不是要通了你的戒指 你的戒指 好了啦 你早就不見了他要等你追喔 可是那個戒指對你那麼重要 算了啦 你又不要再做傻事老婆 人家為你拼命你還說人家 一個沒有記憶的戒指對我來說 是比不上一個真正的朋友 你笑什麼 你笑了 我第一次看見你笑 阿欣笑了 你自己看這個樣子不想太乖 什麼 再笑一個嘛 走開啦 臭屎 小臭屎 很痛 阿欣笑了 阿欣笑了 再笑一個嘛 走開你白癡是不是啊 阿欣笑 左手打一圈 右手繞過來 從這裡 抽出來 巴緊 我們一起做一下 左手打一圈喔 右手繞過來 從這裡抽出來 拉緊 拉緊 我・・・ 再一次 再來一次 左手摆一圈 左手 右手 繞過來 從你們抽出來 拉緊 阿欣笑得真是 你不要對阿欣生氣嘛 你要試著喜歡阿欣呀 你知道你多幸運嗎 別人只有一個人生 你卻有兩個 我們不是常說 如果可以重新再活一次會多好 那你不是正在重新活一次嗎 我們都忘了幾時學會綁鞋帶 等一下告訴你 快 進去知道了 快快快快 快快快 你站好 好 你看這裡 看這裡 看著那邊等一下就知道了 笑一個 我又不是白癡對自己笑 你不要看我 看那邊笑了 你看 這個人喔 長得好像道明師少爺耶 我看看 長得是蠻像的 為什麼有人在這種廣告 尋找自己 男子二十餘歲 迷失自己 請親朋好友訴訟聯絡 迷失自己 這也太笨了 對啊 光這年就不像我們的道明師少爺 對啊 長得雖然很像喔 但是命喔 卻差很多 嗯 我們道明師少爺 現在正在跟山菜 甜蜜的在巴塞隆納的街頭 嗯 吃著牛排 喝著紅酒 還跳著豆蘭梅果 哈哈哈哈 欸 你在幹什麼 這是我的大輩子 這是我的 啊 掉了啦 掉了 這樣就弄髒了 弄髒了你就不敢吃了吧 對不對 不敢吃我來吃 對不對 誰說的這是我的啦 好 你的也掉了 長得 你要拿我的 你的也要掉 來 吃吃啊 我要吃了啦 來 你是誰啊 真的是你 阿士 欸 你是誰啊 我是中哲啊 什麼 對不起 他什麼都不記得了 看了報紙啊 真嚇我一大跳 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真的什麼都不記得了嗎 我連我叫什麼名字都忘記了 我們都叫你阿士 連全名叫道明士 道明士 嗯 有印象嗎 一點一下也沒有耶 一點一下也沒有耶 唉 沒關係 慢慢來 我會幫你的 來來來 那你的道明士是什麼關係啊 他說起來還蠻好笑啊 我呢 跟他是不打不相似啊 那個時候啊 因為一場誤會 我們兩個人直接打了起來 結果呢 這一打 就變成了好朋友 他有沒打架嗎 在英德學院啊 大家都怕死阿士了 那個時候啊 只要被阿士貼了紅紙條的人 想好好過下半輩子啊 最好辦法就是辦修學 英德學院 你真的什麼都不記得了 連你從英德學院畢業都不記得了 我 我 阿士 房子是不是在晃 啊 可能是台灣太陽太烈啦 這個你們可能是太昏了頭啦 不過阿士還是阿士啊 雖然出了車禍 上市的記憶 還是 這麼快就讓你把他這麼漂亮嗎 欸 你之前那個 很兇猛的馬子呢 是被你甩的啊 你說什麼啊 你還記得西門嗎 你的好朋友今天死黨西門啊 你怎麼來了 你怎麼來了 來了 西門少爺 美洲少爺 你們怎麼來啦 是山菜拜托我们来的 山菜 化身什么事啊 失踪 怎么会呢 不是 那山菜现在怎么样了 山菜想在西班牙多待几天 谈听消息 不过伯父伯母们别担心 泪也流下来陪着他们 怎么会化身这种事啊 好端端一个人 怎么会突然间失踪了呢 是啊 是啊 等一下 报纸 那个报纸有没有 报纸 就是有一天 我在那个报纸上面 看到有个很像道明师少爷的 啊 你说那个报纸是吧 对 就是那个报纸 赶快进来 我去找 高级 快点 不是对方 好 我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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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这这找他们 哇 确定是阿斯吗 对嘛 说什么寻找自己 找亲友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现在我回想起来了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 他就是盗明寺 对嘛 你看 我都知道 不管了 先打电话再说 好 都是你啦 我 吃什么蛋饼 还跟我抢 都是你啦 不是 我怎么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呢 对不对 要不然不要做蛋饼了 蛋糕 蛋卷 蛋糖 蛋纸面 蛋花汤 我也不会跟你抢啊 我根本没有心情吃东西了 我哪吃的家 没关系啦 不过就是一百种的可能 我们一定搞得定 请来了 道明是大少爷 你到底是谁啊 我啊 我是忠哲啊 没想到有今天吧 别说你没想到 就连忠哲我也没想到 我们不是不打不相识吗 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啊 只可惜我们不是兄弟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你之前揍了我两拳 那兄弟西门也揍了我两拳 还有你那前任马子揍了我一拳 中共区虚无权 中共区虚无权 却换来这样的下场 太不值得了吧 你想怎样 怎样 我只要点钱罢了 我忘记你的记性不太好 一定不记得 你们道明家呢 可是响叮当的家财万贯 原四个人渣 你小心你的用词啊 你现在可是我的龙中鸟 你的跆拳道空手道 现在没什么用 不过你放心 只要你乖乖的听话 我是很干脆的 拿了钱绝对走人 搞了半天 你也是为了这个 哎 小马子做冤大头 在叹气了 我是冤叹自己 怎么会运气这么不好 竟然被你黑吃黑 黑吃黑 天哪 是同路人吗 不然你以为有人会好心到这么无聊吗 也对 你本来打算开价多少 你呢 五百万 你到底有没有经验啊 你有经验 我已经把他骗回台湾了 你说 我有没有经验 笑什么笑啊 我笑我自己急着想要了解自己是谁 结果我根本不了解你们到底是谁 什么星星啊 什么再救我一次啊 根本就是狗事 你不是说我在哄小孩吗 就是咯 我们两个在打什么亚迷啊 你闭嘴 自从你妈出现在酒庄 那个排场 那一大叠钞票 我的盘算好了 你的每一步就在我计划中 要不是你 用这种笨蛋方法 我已经拿了一亿台币了 一亿 全都毁在你这个笨蛋手里 怎么说 照你这种方法 你以为你拿了钱 就脱得了身吗 你不取得他的信任 让他心甘情愿的把钱交在你手上 你就算拿了钱 也走不了人 好 把我唯一的行人当作你的筹码 你这有一套 对不起 我本来希望能在你心里 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谁知道会碰到这个笨蛋 弄脏了我完美的计划 也让你一如孩子般的纯洁心灵 留下阴影 我非常抱歉 叶莎你说得对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没得救了 不要这样子嘛 想想办法 用用你的脑筋嘛 你要我这样用脑筋 来 这样可以用脑筋了吧 好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全听我的 没问题 那到底可以弄多少钱 至少五千万 五千万 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拜托 你总该有他家里电话吧 电话 电话 来 夫人 欢迎回国 洗澡水空准备好 少爷有没有打电话回来 跟您报告一下 少爷见人 一定还在西班牙 夫人 夫人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是紧急电话 那他们说 少爷在他手上要五千万啊 什么东西把话说清楚 少爷被绑架了 什么 把电话接到楼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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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派人最终正式电话 是 夫人 快 蛤 他们已经失踪了 哎呦 我就说我要跟3H去西班牙的嘛 你看 他现在一定也需要人家照顾 对不对 这不是重点吗 清和 那重点是 重点是 你赶快打电话 正像吗 你负责 喂 不好意思 我打 爸爸我的儿子 你要不要赶快打 不是啊 一个个打他打他什么时候 贱变啊 不是啊 这个方法会不会太笨一点 你 没错 算了啦 我只是想说 我为什么不去图书馆找报纸 你说什么 呃 不是啊 我只是想说 我没有讲啊 我没有讲啊 我没有讲去图书馆找报纸 你怎么了 他妈说 要踏在我们手上的证据 早就准备好了 早就准备好了 噔噔 哦 一晚上早就计划好了 走 记照片去 你自己去就好了 你也是啊 你这么高干 我把你放在这边跟他独处 要是你把他给绑了 那我怎么办啊 那我怎么办啊 手靠钥匙不是在你那儿吗 再是在啊 过你诡计多端 旁人之心再存在你啊 好啦 走就走 找到了 啊 啊 啊 刀冰匙好好笑哦 真的是啊 是 啊 啊 这样就好啦 嗯 干什么啊 乖乖在这边给我等着 待会就会了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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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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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啊 啊 谢谢你 陈塞 沒人接啦 那再打一次啊 快點 喂 喂 你講話 喂 阿士 喂 阿士 喂 怎麼了 沒有人講話 可是有一個在敲東西的聲音 喂 你是不是阿士 阿士 阿士 喂 喂 斷了啦 阿士可能出事了啦 不過我現在快點把電話的地址打出來了 趙明氏 你不要給你臉 不要臉啊 你何必那麼生氣啊 他嘴上貼上了膠布 他能跟電話說什麼 警告你給老子安分一點 對齁 想像氣嗎 好啊 好啊 女生 那 你拿到錢之後 你想幹嘛 那麼大筆錢 我想我會好好瘋狂的過我人生吧 瘋狂 瘋狂 嗯 可是為什麼我覺得 嗯 一點都不懂我瘋狂 啊 可以見得呢 看你現在進行緊繃的這個樣子 不知道瘋狂不起來 拜託啊 現在怎麼瘋狂 怎麼不能呢 嗯 那你想怎麼樣 那我來這樣了吧 那我來這樣了吧 啊 哼 原來你喜歡玩刺激的 嗯 好啊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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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倆就想要這個鑰匙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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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要不是伯母您从中误导我们 我们还可以更快一点 你们凭什么跟我心事问罪 在西班牙把阿四搞丢的不是我 现在害阿四有家规不得的也不是我 伯母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那就要问你们自己 是你们谁交了个叫忠泽的好朋友 居然一想天开的想绑架阿四来勒索我 忠泽 小佑以前的男朋友 这混蛋 真的是你 阿四哪 说过 你居然打死我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啊 你胡说 就凭你一个怎么绑架阿四 你到底要几个通货 你到底把他杀拿来去了 不用逼他了 你们想知道的我来替他说 阿四在西班牙出了车祸 你现在的阿四就像个天正的男人 没办法保护自己 你干嘛要这样对阿四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世界不公平 太不公平 你们有钱有势 你们得天独厚 所以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那我就不行吗 我只想证明 看到明示一胡所有 我一样可以摆平得了他 所以 你们也都一样 祝福 你竟然敢这样欺负阿四 对阿 我本来以为搞定他 就可以出口气 是老爹还是不公平 是老爹还是不公平 不但让他给跑了 也让我栽在你们的手里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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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见命一条 你不要动手 就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